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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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观议定书都已知 定好 只是要等待两国总统批着该决议 基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边界是苏联政府在1924年至1927年前划定的 当时没有人料到中亚地区会形成一个个独立国家 苏联解体后 由于复杂的地形及宗教问题等因素 中亚大部分地区在分裂时形成若干飞地 2016年 乌兹别克斯坦首任总统查理莫夫去世后 继任者米尔启约耶夫开始积极处于边界化电工作 很快就与时任基国总统阿坦巴耶夫上定了85%的国界 然而 剩余的15%才是最困难的地段 上定工作迟迟停滞不前 坦率地说 谈判过程非常困难 在部分地区 房屋交错弱落 现在 我们要解决的是目前碰到 都和那些多年来选而未决的问题 由苏波夫向国际文传电设设计社表示 若 飞地是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 只因属于某一行政区 管辖干部与本市匹连的土地 通俗的讲 如果某一行政主体拥有一块飞地 那么它无法取得自己的行政区域到达该地 只能飞过其他行政主体的属地 才能到达自己的飞地